一个早晨,我通过十里帕西水池 通往一个大自然的公园 Spring Leaf Natural Park 再通往Spring Leaf Natural Park 需要通过一个地下道 通过这连线的地下道 我就开始觉得这是非常清新的一个地方 这里可以看到 不同的植物,花类,还有鸟类 这里还有一个工程在进行着 Spring Leaf Natural Park 大概有六个公顷的面积 这里有一个鸟类观景台 在这观景台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鸟 也可以听到不同鸟类的叫声 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美的日出 这里也是一个肉食类的动物棋栖地 在这边发现了 这边发现了很多的鸟类观喔 在这边发现了很多鸟类观点 然后来发现了很多鸟类观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施工正在进行着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里运动 这公园有一个他方厅还有一个休息站 在这休息站的墙上可以看到这公园的历史解说 感谢大家收看这频道 请点赞和分享 谢谢 欢迎订阅